今天纯科普 咱们今天就聊聊专门卖子料的这一帮商家 其实这帮人他做的就是皮肉生意 因为子料这个东西 它不是皮就是肉 说来说去就这两点 其实皮跟皮不是一回事 咱们也得会选 先拿这个最近的这一块 略显干涩 这个肉质显得没有灵气了 比较干 那再看看同等类型的 这两种都属于沁皮 你看这一块它就没有干涩的质感了 是不是 它是具备和天玉的那种油质感的 那除了沁皮之外 再说说肉皮 跟沁皮之间的区别 其实很简单 它就是这个颜色浸入了这个玉肉之中 并不太厚 一般情况下这种皮它都不深 那沁皮呢 是这个颜色浸入了浆棉之中 所以就特别的厚 所以呢 这两种皮色之间 第一点区别就是在于它们的厚度 那这个是介于两者之间的 它跟这个全沁的东西还不一样 它这个大部分是沁 只有小部分露了一点点肉 来我们三者做一个比较 这个小猪的沁色厚度 大家也看到了 它没有这个厚 是不是 这个上半部分整个都是沁满了 但是它的厚度呢又比这种肉皮的呢 略显了厚了一些 那现在咱们就聊一聊如何选择的问题 首先说风险程度吧 它的沁色很厚 但是它肉也比较浆 为啥拿它来说 底下的这块肉呢 它就是一块姜棉 来比一比啊 姜棉跟好的玉肉一比就比出来了 沁色的附着条件是 原本这块料是姜棉 然后颜色才能很深的浸入进去 姜棉的密度比这种玉肉的密度是要低的 所以颜色浸入呢 是比较容易的 这种容易导致了 它能把这种颜色浸得特别深 那这块为啥说还带了一点点 玉该有的这种油脂感 沁跟沁也不完全一样 你看这种姜棉 它就属于比较松散型的 缺乏了密度和硬度 但这种姜棉呢 它是浴化的 浸出来了之后 有这种油脂感 那皮色就不一样了 同志们 皮色是附着在肉上面的 它很薄 稳定程度要胜过沁色 这个不是绝对的 我说的是大部分现象 那我们再看这块 这种种皮颜色漂亮 卖的价格也高 染色也比较多 这种相对于轻柔一点的 你们觉得它像不像是那个炸年糕 我觉得特别像 炸的表皮金黄金黄的 就这种质感 看起来你想吃一口 薄薄的附着于表面一层 很稳定 然后还有这种啊 这种它的皮色大家也看到了 很淡很淡 不化为标准之内 如果没有这一点点颜色 它的满皮毛孔依然在这里 它的价值也不会受太大影响 因为这块主要是以肉来组成 真正的喜欢皮色的人还是要鲜艳一点 那我个人喜欢的实际上是这种 它是满肉的 这也是我多次向大家推荐的 如果你要是买一块这种红皮白肉的东西 你是没有办法辨别它究竟是真色还是假色的 那沁色为啥不推荐呢 沁色的水特别深 咱们买的时候通常是看不出来的 油一刷隔上半个月之后 你才能看出来它原本的样子 所以在买的当下看起来都挺油亮的 就这一点我们都分不出来 所以沁这种东西 如果说要是很老熟 就像这块就特别难 今天这期视频主要是给大家讲清楚了 皮色的两点特性 我个人的原则就是 这两种皮没有谁优谁略的 各有各的特色 大家可能觉得 那姜棉混出来的是不是不好 但我刚给大家说了 它有浴化的 是不是浴化到位的 出来了之后 颜色也很好 油脂光泽也到位 而且它有一个别的种类 不具备的特性 沁的比较重的料 很稳的前提下 你在盘它的时候 它会发生变化 它不像是其他的料 你怎么盘 可能它就是那个样子了 顶多就稍微润一点 但是这种沁的 时间长了 颜色会越来越重 总归就是随着你的盘玩 它会给你带来不同的变化 这个是别的料子不具备的 各有千秋 好了 我们今天就纯科普 先聊到这儿吧 下期再见 太好了 太好了 娘子 你简直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